大家好,現在在泰國講座三期 說回都市傳說 大家看看這裡的閉幅壁畫 還是擺設 有一個佛像頭 這邊也是 另外大門口那邊也是 話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有一個僻邪的作用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這個正門可能反光看不到 這個正門看一看 因為我之前也拍了幾張照片 轉頭也可以看一看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這兩個佛像有Picture的作用 就是下面就鑽穿了一條隧道 就說那些人就會看到有日軍走過的 怨氣非常之重 說回來 這一帶以前也是軍營 無可避免 這個是事實來的 後面就是有一個防空洞 星街的防空洞 不過旁邊也有一個防空洞 就成早告 話說當年 日軍有炸彈 炸死了很多人 就說有很多怨靈在這裡 其實這個會不會是真的呢 這兩個所謂的佛像擺設 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其實跟這個太古集團都格格不入 無緣無故有一個佛像頭在這裡 另外那邊那一旗 即是新那邊 金鐘樓對面那一旗 並沒有任何擺設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稍後再下去看看 那條所謂的猛鬼隧道 剛才那個位置 顯得不太清楚 反光了 現在看看 應該就是 類似 五波佛 神像 佛像 之類的物體 這裡 另外那邊看看 就來到這裡 有些反光 就來到這裏 在佛像頭下面 帶大家看一下 下面那個所謂的猛鬼隧道 就說在這裏有很多的日軍 會看到都市傳說 其實是連接地鐵站 哇! 太子宮是一期二期 其實這個位置和剛才佛像的位置 有一點差距 並不是在佛像的下面 那就是在這裏 所謂地下的撞鬼的地方 其實這裏走過去的一段路程 哇! 這麼多 這裏走上去就是了 短短大約 一二百米的水道 那我走回頭 哇! 人氣都多 晚上應該沒有這麼多人 那會不會這樣就 看到呢? 那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那也是一個都市傳說 那就是奇在 為什麼在一個太古廣場 這麼高級的商店 放了兩個 在一半牆那裏 放了兩個類似佛像的物體 是不是有辟邪的意思呢? 那其實 那其實 說一下以前 這裏是軍營的地方 那其實 有地道就不足為奇 好啦! 上回去了 我們先看看 其實正正的佛像下坡就是這裏 那會不會在這裏 發生了事呢? 那其實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都市傳說 那這一帶有猛鬼 前身這裏都是一個墳區 那這樣再加上 有這個 防空島的 都市傳說 就說炸死很多人 那就加持了 那其實這一帶 應該也是 一個 比較歷史豐富的地方 那之前也是一個發電廠 那這裏就在下面 那其實這裏就這樣看 也看不到 要走後一點才看到佛像 那就 以前有一個發電廠 那就日月升階 那就 被日軍就以為是發電廠 就誤炸了 現在到這裏了 稍後看看 再看 發電廠 發電廠 然後 出去了 那就 那就 剛才說到 被日軍就 以為是這裏有發電廠 就不停在這裏 帶著軍炸 那就 造成這個 防空洞裡面的人死傷 剛剛這麼好 我炸彈炸中了防空洞的出入口 那就死了很多 相傳是這樣的 並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去支持這裏 那 泰國廣場三座 其他的位置 都看不到類似這樣的佛像頭 那 那 為何會有這樣的佛像頭呢 基於 是一個 很 充滿著 這個 猛鬼元素的地方 放在這裏 有特別的意思 還是 剛好 放在這裏 並沒有特別的意思呢 這樣 今天的時間 先 好了 多謝 大家